天空海闊本算清静 沙力偏遥吹尽南征 关系双眼安和天明 看见却是你身影 承受冷血这罪名 监了寿命 每个报应要是注定 可要认命 黄沙做我背后风景 曾披起风沙 少汉每个在地上爬 我的脚下从一生虚假 放半沙那少少沙沙 抱紧我吧 质呼吧 飞吧 放无风沙 仍想要 留下雪多句梦话 门外却是我天下 觉得怎么样啊 我已经将夏人拿水进来给你梳洗了 既然即使吉日都错过了 就不必再急一时 这几天只好委屈你在客房休息一下 还有我们已经派人下山通知你大哥 等他领则吉日之后再策划一下 看看怎么样安排你出门才合理法 让别人听到还以为你才是新郎官那么紧张呢 大哥他不是不想来看你 只不过刚好昨天有马贼上山捣乱 他要尽快下山跟曹军长商量 过几天就回来了 你不用这么担心 我的人已经乖乖地上了山 照说你跟我大哥对应该不用再担心了 怎么 既然我已经踏入了严家铺 你还怕我会跑了 想看着我 不是不是 其实我只是想问问 不知道昨天你们两个 有没有遇到什么人 我已经说过了 昨晚遇到黄图女跟其他人失散了 所以在窑洞躲了一夜 遇到家春分就是这么多 你觉得我还有事隐瞒吗 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昨天真的有马贼上过山 我怕你们两个遇到了 遇到又怎么样 你怕我会失明节丢严家的脸 你要是不信 大可以出去跟人家说呀 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问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们 其实我是不希望你跟宋家新媳妇 遇到那帮人 我只不过是多准问一句 求个安心嘛 家春分在哪里 他在东厢客房里 他没什么吧 没什么事 我们已经通知宋家了 呜 他没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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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看你 他竟然不会有点心 就不有点心 你不是才好 他来 我去 我去 这些货有这么多血啊 这几袋货啊 只有刚才那两个女人 曾经在上面做过 自己流这么多血 她们自己不知道吗 家淳芬姑娘在不在里边 我就是 你就是家春芬 这位大少奶奶 你找我有事啊 我是宋族的掌房当家 来接你回去 宋当家 当家有礼 当家有礼 你跪在这干嘛 这是阎老板的地方 要跪 等我再选个吉时吉日 拜堂的时候再跪 是啊 是 这场黄图雨 来得真是突然 总之 辛苦过没事就好了 春风不觉得辛苦啊 要当家担心 辛苦了当家才对 迷路了一天一夜 真的没事发生过 没有啊 沿途 幸好有季小姐 跟我在一起 大家有个照应 我叫了下人来 拿些衣服给你 换好之后 就去跟颜二少爷 还有季小姐 道谢一声之后 我们回去再说 哦 你受伤吗 你受伤吗 为什么会这样啊 你怎么受的伤都不知道 春风 明凤 原来你在这儿啊 原来是季小姐 我是宋族当家教育 原来你就是宋当家 我刚才听万天提过 我特地过来看春风的 谁受伤了 季小姐 你的脚 明凤 你的腿受伤了 怪不得一路上 我的腿都湿湿的 我明白了 一定是我的腿伤 把车弄脏了 还害得你裤子上 也染上了血 真是不好意思啊 反正她的裤子也要换 这样吧 我去找颜二少爷 叫她请个大夫来看你的腿 春风 刚才你没有告诉你们当家 为什么你裤子上有血吧 你就是怕她知道 所以才来呢 那你的腿 你自己弄伤哪 没有办法了 皮外伤而已 明凤啊 你何必为了我这么做呢 我们一定不能因为这些血迹 被他们追了我们昨天发生过什么事 这件事 不知道可以瞒到什么时候 你放心吧 只要你不说我不说 就等于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就等于可以瞒他们一辈子 绝对不会有事的 对不起 要你听我说这个谎话 根本就没有说谎 只不过我们共同拥有同一个秘密 一个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的秘密 对不对 听他们说 先接你回去再择日成亲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见到你了 不过你放心 在山上面我只有你一个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 一定要来找我 知道吗 瞧老二那帮人 这次并不是清朝而出 从他们在斩马西扎营留下的痕迹来看 最多也就是二三只人 所以夜西及庆堂 只是声东及西 目的是想趁老板你娶媳妇 来掳人啰嗦 现在新娘子在封沙里受点苦 反而因祸得祸 可以避过一劫 那些马贼无功而还 所以跑得快 那些马贼跑得快 曹军长就不用烦恼 去围剿和对抗 也不用死伤人手 其实对军长来说 又何尝不是一种福气啊 这是西北 不是省城大事 我们带兵的 人死一个就少一个 最怕去招兵买马 样样都是钱 曹军长的话我完全明白 我们做生意的现买现卖 只要曹军长你尽快帮我抓到 乔老二这个王八蛋 我一定会有好处给各位观影 我还怕严老板亏待我嘛 总之捉贼剿匪是我分内的事 老板你放心 对了 我上次给你提过那桩买卖 不知道怎么样 私邦生意的事 请说严某实在没兴趣 更何况私制枪炮弹药 也不见得会是一本万利 我劝军长不要插手 还是专心抓马贼 好 过些日子再说也一样 又是那帮马贼 这种所作所为 不是乔老二说的 还有谁敢做 家家债的人有钱让他们抢吗 做生意和做贼的心思 都是一样的 一帮人上路 就不会空手而回 白费心血 因为这次严老板精灵 让他无从目数 他们只好抢点东西杀上人 觉得这样对自己有点交代 好了 我送老板送到这儿 路上小心 在华大夫的药铺那儿 我听人家说 山下面很多地方 都被马贼抢掠过 死了很多人 他们现在 连军队都不放在眼里 真是无法无天 其实那帮所谓的贼 跟那帮所谓的兵有什么分别 分别就是 一边有严万熙派遣 另外一边就没有 说来说去 严家铺这台戏 不就是严万熙一个人唱下去吗 其实要为我们宋家争一口气 总有机会的 现在你已经知道 我是一个不能生孩子的男人 这次这门婚事 上次找到借口 才可以误了及时 现在那个姑娘已经上了山 拜堂是早晚的事 到时候一定会穿包 你家里的新娘 在山下边 是哪儿的人呢 请要够家家债 歇过了没那么累了吧 好多了 是不是当家要见我 见你 不是 为什么这么问呢 我知道我误了时辰 误了日子 可是我已经上了山 我想看看当家 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放心吧 他们自然会另选日子 叫你去拜堂 因为你不算正式进门 这几天没什么事呢 你就暂时留在房里边 一天两顿 我们自然会给你拿进来的 真是麻烦你了 对了大姐 跟你聊了半天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你在这边做工做了多久 我进了宋家二十几年了 那你不是很小就进来做丫头了 我丈夫是宋东阳 我是这儿的长房长子郑氏 对不起 我们乡下人什么都不懂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要怪我 对不起 醒起来 你在这儿正好 你来帮他换这套衣服 这套衣服不是等拜堂穿吗 是啊 今天晚上就拜堂成亲 这么快 不是要另选日子吗 家春分父母刚刚横死 你要他穿红带花 跟人成亲洞房 这是什么道理啊 东阳啊 你胡说些什么啊 昨天那帮马贼 除了潜伏在山上 他同党因为奸济不得逞 转移洗劫家家债 家春分的父母兄长 还有全村的人无一幸免 就是说那位姑娘 还不知道这件事了 是没人通知她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从山下传来的消息 我怎么会比当家知道得早 二娘急着叫我回来拜堂 就是怕我知道这件事 会夜长梦多 你怎么可以跟长辈这么说话呢 如果当家一早知道山下边的事 他又怎么会不避讳呢 这点人情世故 道德伦常的规矩 他比你清楚得多了 他一心为了宋家有后 尽心尽力为你到处奔走 现在祸不单行 这是人算不如天算 你怎么可以怪二娘 够了 就当我这个做儿子的 今天说的话过分了 既然二娘知道道德伦常 家春分就应该为她父母守孝 嫁去的事应该站起放下 守孝也只是家春分一个 既然她不能拜堂 那我帮你另娶媳妇 不行 聘礼已经给了 新娘已经到了宋家 一个举目无亲的姑娘 如果宋家现在才说退婚另娶 一定会招人画饼 怎么能说不过去 我宋东阳 也不想做一个始乱中期的人 东阳 你今儿晚上非跟我作对 才高兴是不是 我不是存心跟你作对 你是宋家的当家 也是掌房的当家 如果你处事不当 就会引来族人的闲话 那对掌房也没好处 我东阳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好 难得你这么为这个家 那就让春分留在这儿守下 一年之后 我再帮你筹谋这门婚事 我再帮你去到这儿oline 我该给你拿出来 转发自你 你算什么 你算婚事 你算帮你 就算我再帮你 你算帮你 你算我的兄弟 我知道你 我了解你 你算我 你的兄弟 你算你的要柔道 娘 我真的很舍不得你 你虽然是做妾事 但是始终是驾上山 能吃山上的饭 就是你的福气了 不过你要记住 最重要给夫家传宗接待 要不然的话 你以后的日子就很难过了 知道吗 好 姑娘 就这儿 老天爷对我真是不保 一次让我遇到两位漂亮姑娘 看你这件衣服的货色 你应该才是阎万熙的新夫人 早就该想到阎万熙的田房 不会想起成这样 我家老大想请新夫人到我们寨里坐坐 只要收到钱 马上就会放你回山上 路人勒索 你是马贼 别说得这么难听 是兵是贼 看你站在哪边了 总之对你来说 不用担心 你一定有机会洞房的 我们不安是上山 他们一定会下来找我们的 我们乔老阿姨帮人做事 会这么鲁莽吗 我们算好日子今天下手 我们会让山上的人 今天晚上有空下来找你们吗 你要的目标是不好 放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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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浪费啊 这位姑娘 只是嫁给山上的普通人家 你们不可能在她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很清楚 你现在心里面想什么 我也明白 如果你要我跟你们合作的话 你就更不应该留她在这里 让我丢人泄言 况且 你也需要早回帮你传话 好 算你走运 走 跟颜万希说 她的新娘在我们瞧老二手上 我们会有专含奉上 叫她准备好银子 这位姑娘 快走 走啊 快点走啊 你以后还要嫁人哪 不要管我 走啊 快点走啊 不如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风沙过了 我就会带你走 要不然 反正我也不想嫁给颜万希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痴相的女人 我喜欢 快点 你要断她的舌头 走啊 走啊 快走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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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淳妃 算了 淳妃 我们快点走吧 你跟法三不值钱的 不行啊 不可以让人看见那法三 要不然 就知道我们今天 你跟法三不值钱的 你来过这里了 你现在还记掉这些东西 你想想清楚 法三在哪儿了 淳妃哪 我们快点走吧 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同党 快点找人来帮忙 走了 不行 不可以找人哪 你到底知不知道 马贼有多少人哪 我们要报官哪 不可以 不可以让人看见他在这儿啊 淳妃哪 我知道你现在很害怕 我一样的害怕 可是我们真的没有杀人 我们没有做错事 我们只过是保护自己 人家不会怪我们的 他是个马贼啊 他是个马贼啊 你明不明白啊 那就更加死有余辜了 被人知道 我们跟个马贼在草屋里边 因为他想侮辱我们 所以我们才反抗啊 这不就是我们的理由了 你觉得有人会信我们吗 这件事啊 谁可以证明我们两个人 没有被马贼侮辱了 至少我跟你 可以互相证明啊 你跟我都是当中的女人啊 没有人会相信我们说的话 明杰对一个女人来说 真的很重要 如果没有人相信 那我们以后都嫁不出去了 你明白吗 我们问心无愧不就行了 管人家怎么想呢 他们要是不相信 我们可以离开这里 有什么大不了的 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 我们可以去哪里啊 就算好像季姑娘这样 又本事又聪明又读过书 可是我们是女人呢 我们走了之后 我们的亲人 一辈子都会被人笑话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啊 我只是想找一个好人家 安安奋奋的做人媳妇 生儿育女 相父叫子 相父叫子 这门妾事我等了好久了 我真的不想好像命中注定那样 说我孤寡终老 我不想啊我不想啊 我不甘心啊 你不要这样 不可以让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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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今天的事 不会有人知道 走吧 快点 在我们一生里面 就当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不会有人知道 就算在我们自己心里面 也要当没事发生过 你们迷路的时候 没遇到那些坏蛋吗 没有啊 我们什么人都没有遇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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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咣 季小姐 我们送饭来了 今天的菜 二少爷叫厨房加了辣 二少爷说 这样可能会合小姐的口味 季小姐 你来了好几天了 可每一顿都没怎么吃过东西 再这样下去 我怕你的身子会出毛病 老板回来会怪我们的 二少爷 怎么 又没胃口 我不是吩咐你们 叫厨房的大娘 在季小姐的菜里加点辣吗 我们已经加了 不管他们的事 是我自己不舒服 那你要不要看看大夫 你是不是担心你大哥 在路上会出事 你放心吧 幸好那天他送你上教之后 已经去渡头了 既然家家寨那一节 他都能避过 应该没事的 可能今天已经到西安了 是啊 他居然能避过那一节 真不知道是走运还是不走运 还是你担心殷伯父的病啊 不如这样 等大哥回来跟你拜过堂之后 马上问问他 可不可以让你回去看殷伯父 你也得先吃点东西 要是殷伯父看到你现在憔悴的样子 他会很担心的 如果你真的没胃口 我就要厨房包整饺子过来 阿建阿福 你们安排一下 拿着饺子过来 是 怎么了 快叫人来 他又发羊蜴蜂了 阿福 阿福你怎么样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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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厨房多找个人一起照顾季小姐 暂时吩咐所有人 在屋里都不可以打鼓摩大米 我们要尽量让季小姐安心静养 一会儿陈掌柜在华大夫那儿回来之后 就马上解药 知道 还有 去马厩随便找个人 我们要快马送信下山给曹军长 尽快通知阎老板赶回来 嗯 知道了 二少爷 二少爷 什么事 听说双九镇那边来了个道行很高的和尚 你看我们要不要去 胡说八道 季小姐只是嘘寒发病 谁说她快死了 谁说要做法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也希望未来少奶奶长命百岁 我才会想到叫个和尚来帮她驱邪 季小姐只不过暂时水土不服 你说到哪儿去了 二少爷 你又不是不知道以前少奶奶怎么死得不明不白 我是怕她死得不甘心 所以现在来缠着季小姐 逗了 你明知道阎老板最不喜欢我们提这件事 你还说 怪你乱身 不惑人心 不是 二少爷 你也看见季小姐上山的时候还好好的 突然间又病了 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 不管是真神还是假鬼 我们也可以知道怎么回事 总之一天阎老板没回到山上 我一天都不可以乱拿主意 老板不在家 老爷在家 小姐 Zither Harp 精神好点儿吧 老爷 不要起来 你身体不舒服 又刚刚那么辛苦 去转酒区 你累了 靠在那儿休息 叫人去工厂通知二少爷 说小姐已经醒了 是 老爷 你就是鸣凤吧 是啊 公公 你还没过门 本来我这个做公公的 是不应该来西院打扰你 可是我听万天说你身体不舒服 再加上之前 你上山的时候又发生了那么多事 家里面大大小小 个个都觉得很奇怪 万西这两天又不在山上 那我这个做公公的 就没法的不出来拿一次主意 谢谢公公的关心 我想我大概是虚途不服 如果你问我 我也会这么说 可是已经有那么多人说闲话 那当时安抚鬼魂也好 心安理得也好 转九区是山上人的习俗 本来只是祈福 多做点也无妨 公公 刚才你指的鬼魂 是怎么回事啊 万西以前有一个妻子 这件事你是知道的 家父跟我提这门牵事的时候 明凤已经清楚地知道 是架上山做田房祭事 公公公的关心 是正式夫人 当年他被马贼掳走了 他一定很恨万西 很恨严家 为什么 那些马贼掳人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钱 可是当年 我们没有给赎金 这是一件汉事 每一次提起 每一次都有人觉得心不安 可是万西是严家铺的老板 也是严家宗族的族长 他怎么可以向那些马贼屈服呢 那结果呢 正式夫人被马贼杀了 没有人知道 不过死 可能是他最好的下者 怎么会呢 正所谓留得青山在 一个捐好的女人 被马贼掳了去 就算最后 有没有被人赎回 恐怕他一定被人蹂躏过 一个女人失去了秉结 留下一条病 一定比死更难受 这个是道理 也是事实的 不过都过了那么多点 如果这个女人真的有什么怨气 我希望她就抱在我这副老骨头的身上 要办的事都办妥了吗 全都办好了 为春芬家人办事所花的钱 我一定会尽快归还的 脱梅的时候听人说 你好像读过书是不是 只读过一年 只会刀手人口天地牛羊几个字 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也不算读过书 那就是有家教 知书达理做人就知道客气 可是稍微太过 说的话就好像相反了 虽然你这趟上山是祸不单行 不能跟东阳成亲 可是在人前人后 你还是我们宋家的媳妇 既然都是一家人 那以后无论你娘家是白氏还是红氏 一切自然由我这个当家为你担待 如果你再口口声声说要还钱 那就请你马上离开我们宋家这个门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算了算了 你年纪轻轻的就要面对这么多不幸 说话难免不会分轻重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一年之后你就正式跟东阳成亲 到时候为我们宋家开枝散叶 传宗接代 就是对我们宋家最好的报答方式 如果你真能办到 到时候就没人有资格 再说你半句不识 还有 虽然你没正式过门 反正也是宋家的人了 以后别叫我当家 跟朗月叫吧 叫婆婆 是 婆婆 叫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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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喝几杯 别客气啊 酒为菜博 酒为菜博 大家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啊 不是 爹 温馨 怎么你还在这儿啊 这里的客人由我和万天招呼就行啊 曹军长还没有到 再等一会儿 曹军长虽然是贵宾 不过你可以明天早上醒他再招呼他 请他喝酒是想 上一趟我下山 他答应过今天上山来 交代一下围剿马匹的事情 我想早点知道 心里面也有个预算 大哥 即使曹军长这个人 最喜欢喝酒听说的 他到这时候还没到 只怕军情有误 可能今晚未必会出现 就是啊 刚才拜完堂啊 明洪早已经回房去了 他等了你大半天了 你快点回去休息吧 你再不去 这些叔伯兄弟以为你看不起庆点 又说闲话那多不好啊 你看看你 越喝越多了 快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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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天 那你就帮爹招呼大伙 是 各位失陪了 来来来 喝酒喝酒喝酒 别喝点 肯定喝酒喝酒喝酒 African 别喝酒喝酒 Danni 喝酒喝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是章本 素不可耐 怎么省城的新娘子 有自己先头盖的规矩吗 何必多此一举 你的样子我已经看过了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你以前在省城怎么样我不管 可是在我们颜家铺上 在我颜家府里 你将听我的规矩 明夫愿能起家 你要知道这个家 我喜欢宁静 任何人任何时候 尤其是在我背后 我都不喜欢人家多说话 如果有话跟我说 就面对面看着我说 让我知道他是不是口不对心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以后你要做的事 就是帮颜家传宗接待 其他的事你都不用管 知道吗 知道 是不是要我再跟你说一次 面对面看着我说话 颜家的规矩 明峰已经很明白了 明眸好持挺标志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舒服 不过就凭你这张脸 我可以多忍受你几个晚上 我知道我已经是你们颜家的人 我也不可以有什么奢求 可是我刚刚收到电报 我爹得了疾病 我真的很希望 你可以让我三招回门 你们休息吧 你带什么 去哪儿 够了 在你们颜家里 女人是不是连小小的药 走开 我知道你颜万熙 只不过想找个人替你生孩子 我记明峰 既然已经驾到山上 我也就不介意这些了 可是我们始终是夫妻啊 我不要求我们有什么感情 我只不过要求我们之间多一些了解 可是你一点都不顾我的感受 你在我颜万熙面前说什么自己的感受 你只不过是你大哥 卖上山的一件货物 小心 PRESIDENT 是 我 所以我只不过是你 我只不过是你 那些人 已经为你可有 一件事 我只不过是你 踏踏出不歸路 未信名格是今生命数 风里失散路里重逢 福朝会冲动 事愿事愿未见半分预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